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商务部4月8日与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达成初步协议 台积电将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造第三座芯片厂 使其在亚利桑那州的总投资增加到650亿美元 并将创造超过25000个建筑和制造业工作岗位 以及数以千计的间接就业机会 这份初步协议还包括将5000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培训和发展当地劳动力 如此一来工人们不必为了寻求创新产业的高报酬工作 而离乡背景 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最初承诺投资120亿美元 在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后增加至400亿美元 建设两座工厂 此次决定再扩大到三座工厂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这些设施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 使美国有望在2030年时生产全球20%的尖端半导体 99美分店面临着全美范围内的关店危机 目前 这家连锁店正在竭力挽救南加州的143家门店 零售连锁店Pick and Save Vargans首席执行官 Big Loss前总裁马克·J米勒希望能够救援这家连锁店 他已经联合一批投资者 包括99美分商店的一些前高管 试图收购南加州的门店 继续实现该连锁店对社区的承诺 马克希望尽快达成协议 以利于企业和依赖这些商店的社区 除了重开一些商店的努力外 南加州两位民选官员正研究 为即将失业的员工提供支持的方案 要求落线经济机会及消费者和商业事业部门 在6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 概述该线如何支持该连锁店的失业工人 菲律宾 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纷争近来持续升温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4月7日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中国海海域 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 内容包括反潜战、船舰通讯、编队航行训练 以凸显四国军队的联合行动力 并展现加强合作及支持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承诺 中国同一天也在该争议海域进行军事战斗巡逻 专家认为 这四个国家要以综合性威慑系统 让中国无法独享南中国海的资源 其中 日本在南中国海局势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此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美国总统拜登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三人 预计于4月11日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峰会 会上也将讨论南中国海近期发生的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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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